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刚睡过头了 衣服那么整齐 不像是刚睡醒的样子 手机微微发烫 而且屏幕两边有明显的划痕 再加上他情绪不稳定 这么说来 他肯定是 你撒我 我错了 我刚刚是因为玩游戏 没注意时间 这节课我要好好学习 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 说的游泳 我该买件什么游艺好的 去海边游 还是去游泳馆呢 去海边吧 说不定还能遇到高福帅 然后我就假装溺水 他会把我救出来 然后被我的美貌所倾倒 对我爱的瓷器活来 放营了小鱼 好想弄死他 不行 尸体要怎么处理 如何消费证据 怎么制造不在场的假象 如果万一被抓 运游的路线 又该如何规划 哎 算了 放心吧 我跟你们讲 我根据我身边的经验 鸡牛座真的是吃货最多的星座 嗯 是什么座 是什么座 小语啊 你什么星座呢 哎 星座不过是概理学和统计学的一种解释 鸡牛饿了要吃饭 双鱼渴了要喝水 是否困了呢 也要睡觉 你们竟然会相信这种东西 你怎么还像道理 电枪面前 哈哈 啊 啊 啊 哈 哈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